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深圳已旧换身补贴活动进入最后阶段 当地公布计划实行大约半年 已经带动超过530亿人民币的消费额 内地多个省市为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今年推出已旧换身政策 深圳5月开始也先后公布多轮涉及家电 汽车等领域的补贴活动 当局说截至过去的星期四 已经有490万名消费者参与 按消费品种类划分 以雪柜、洗衣机等的八大类家电罪畅销 销售额超过61亿元人民币 其次是电脑、手机以及智能家居产品等等 消费级无人机、洗地机、电脑、销售量位居前五 对我市消费和制造形成双重拉动 当局又提到因应民众需求 将计划进一步扩展到家居装修范畴 并且将补贴范围由起初的47类 扩大到一百类包括围育设备、管线等等 应该说我们现在的装修建材到家居家具到全屋定制 以应俱全能满足市民、群众装饰装修活动的全部需要 深圳当局说皇后将会针对跨年、农历新年等的日子 推出更多促销活动 并且推动更多商户参与 无线电视机制陈雪宜报道 内地近期发生多宗野猪闯入城区 破坏农作物和袭击民众的事件 而多地就袁红招募猎人 合法地捕猎野猪 做总群调控 湖北省武汉市日前有多只野猪闯入一间大专院校 并且在校园里面四处冲撞 校方说事件中没有人伤亡 除了湖北 多个省市至入秋之后 都有野猪闯入市区 情况引起各界关注 有动物专家就说 野猪下山通常是为了运生存空间和繁殖机会 估计有超过2000只野猪 居定居的宁夏西吉苑 当地政府说 单是春季 野猪已经造成20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 这就是野猪吃的 野猪吃的事件 咱们来封封封料 域民现在都是已经检测过半了 为了保障农户 当地政府就袁红招聘野猪猎人 每捕莎一只野猪就可以获得2400元人民币的奖金 这帮猎人通常就服野出 强调捕莎野猪不是为杀而杀 而是从生态保护角度出发 我们猎杀这些野猪 就是那个 一是那个 为了那个老百姓 那个粮食不被那个野猪扫塌 再就是那个 现在野猪那个不是多吗 就是那个 我们就是调控这个总群 有时人用数计划 全国目前有200万只野猪分布在28个省 当中26个 857个圆 獲得野猪造成破坏的情况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内地迎来今年入冬之后 第一场寒潮和大范围雨雪天气 超过25个省市受到影响 部分地区降温超过摄氏12度 气象部门启动应急行议 在寒潮之下 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 星期六最低气温在零下10度以下 而黑龙江降流 黑河段已经进入为期五个月的风冻期 岗面上覆盖口雪和冰层的景象 就吸引了不少人来打卡 江上的这个浮冰啊什么的 就非常的有一种被国冰封的感觉 内地气象部门说 黑龙江会持续降雪 去到接下来星期三 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雪 多处路面已经有积雪 为了确保交通畅通 当局就加派人手清理积雪 新疆同样受到寒潮影响 特别在北部 部分地区在暖湿气流之下 落起雨雪 气象部门就预测 金轮北方降雪覆盖范围大 或者存在极端性 而在内蒙古 日前就出现寒夜光柱现象 内地传媒说 若果大气里面有充足的水气 在低温之下就会形成飘浮冰镜 成为城市一面光源的反射体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今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的报考人数 按年升大约五成本 有专家就提醒 有至入行做导游的人 要因应旅游产品发展 提升专业和个人化服务 内地旅游业回暖 不少民众趁着假期留在国内旅游 多个景点都人山人海 市场对导游的需求也都上升 吸引更多人入行 有旅游经济专家就指出 近年旅游产品分类更加细致 旅客更加倾向深导游 除了要求提供定制化 个人化服务 对导游的专业能力 以及文化知识要求 也都有所提升 旅游市场实际上是从观光 向主题休闲度假的转型 同时旅行服务这个行业 也不断的小团化定制化 现在需要大量的高品质的导游团队 去服务市场 服务消费群体 绝对需要专业性的 这种融合化的导游 一方面有很强的专业技能知识 另外一方面有很好的专项的文化理解 和文化解冻能力 全国目前有65万名合资格导游 当中九成三是中文导游 而英文导游只占6% 专家认为要推动旅游消费增长 除了提升导游服务 也都要多重食 住、行等方面着手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来自《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到我们下车 草 到屎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